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谈一下植物的空气流通的问题,也就是Air Circulation 那么我们家庭种植呢,往往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院子都很小 那么很有限,那么在那个有限的环境,有限的这个面积下 我们想种的东西很多,所以就见缝,插枝,就种了很多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植物的Air Circulation 就是空气流通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植物需要Air Circulation,需要风 现在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那么第一个例子呢,我们去看豆角 第二个例子我们看丝瓜 那么我们这个豆角,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外边的,最外边的一个豆角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叶子 非常的健康 也会肥大,叶子肥大 然后很厚,很亮,亮丽 那么我们再往里边看,我们可以看到里边的这些豆角 这个同样的,同时期的豆角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叶子怎么样 它的Size只有这个外边的这个豆角的Size的一半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尺寸呢,只有这个外边豆角的尺寸的一半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丝瓜 我们在外边的这个丝瓜,你可以看到这个叶子也是非常的大 亮丽,后腾很好,而且这个花也开得很好看,很大 那么丝瓜也接了很多 那么我们目目到,我们把它,把镜头转到这个最最里边的这个地方 我们会发现,会看到有一个,会有什么现象 就是这里边的这些叶子,就非常的,比那个要小很多 特别是这一颗,这个,特别是这个丝瓜 那么它好像有病了一样 就是到中间的这个地方,它的叶子已经枯萎了 而且叶子好像像得病了一样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丝瓜呢 它的叶子的Size也很小 然后它的这个镜也是很细,非常的细 细弱,非常的弱,非常的细 那么这个是在这个里边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根部 那么根部呢,和这个,和另外一个是基本上是在一起的 而这个,而另外的这个,就是邻居 它的邻居这个,就是跑到外边的这个 就是叶子肥大 然后这个非常的,长得非常的靓丽,非常好看 而且接着这个瓜也很好 同样的一块地 同样的施肥,同样的浇水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就是因为外边的这些植物,它们得到了最大的这种 Air circulation,也就是得到最大的这些空气的流通 也就是得到了最大的风 在实际上,在中国有个风水 那么讲的风,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风 就是如果要是植物,见风多了,见风大了 然后它的这个植物就长得茁壮成长,就长得很好 就没有病,而且长得很好 中国人呢,它在几千年里才figure out 这样的一个,所以叫风,水 那么风是一个决定植物长得好,捞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水,也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中国人他也意识到这个风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从科学的来解释这种现象 就是说这些植物呢,是需要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需要吸收这个二氧化碳 然后把它转换成苏根和氧气 那么苏根呢,它自己就用了 就是糖分它自己需要 它生长就需要这些苏根 然后用于它的生长 那么氧气呢,它就把它排放出来 所以说植物呢,它如果说是它有足够的二氧化碳 它就会产生足够的糖分 这样就让它的植物呢,不缺营养,不缺糖肺 而长得胖胖的,长得大大的 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从科学上来解释这种 为什么植物需要二氧化碳 那么据研究呢,二氧化碳就是在空气当中 每一百万个分子当中 其中只有四百个属于二氧化碳的这种分子 那所以说呢,这个它在空气当中占的比例很小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空气流通 而这个植物呢,像这个植物 它在这个地方空气流通基本上没有 这样就是说,它的那个植物需要呼吸 吸到了二氧化碳 然后它吸进二氧化碳 呼出了氧气 然后它在吸二氧化碳的时候 因为这一块没有空气流通 所以说呢,它的二氧化碳就相对的少 那它就产生糖分就少 那么它的营养就不够 所以说它的那个个子就长得非常的小 那么我们是讲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 所以说对植物的生长非常的重要 我们需要这个空气流通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空气流通刮风 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我们刮风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些树叶子都会来回地动 这些树干都会来回地刮的 跑来跑去 那么在这个跑来跑去的过程当中 这个植物它为了生存 就不会它的那个树干 脂干不被折断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增强它的这个 这个脂干 让它的强度增加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被折断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让它的脂干呢 粗壮 那么这也是一个air circulation需要 那么有了粗壮的这个 这个这个脂干呢 这样的话它有这个开花的时候呢 它那些花朵呢 这个结果的时候 它就能够厚得住 否则的话它的静干 就是比较细弱 小瘦弱的话 这样的话它的花朵呢 它也不结果的时候 它也不能厚住 所以做果率就差 就是不可以生长 就不结果的 不结果的现象就会出现 因为它的静 它的sterm 非常的瘦小瘦弱 所以那也是由于没有见风 而没有得到锻炼 就像我们人体一样 我们需要增加跑步 增加太阳晒来吸收钙质 然后让我们身体强壮 实际上这个植物也是这样 它经过风吹 这样来回的摇晃 来回动以后 这样会加速它的这个脂干 变得粗壮有力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就是说这个植物呢 因为它夜间 它夜里 或者它会有一些水分产生 那么水分呢 它会在那个 就叫有的时候 空气当中也有漏水 那么它漏水就会落在 它是这个叶面上面 或者落在花朵上面 那么它的这个叶面 如果我们没有风 这样来回吹的话 就让它这个叶面的这个水费 不能够及时地蒸发 这样的话 就让它的叶面长期积水 而那个地方造成 这个叶面组织循害 然后就会造成 那个地方腐烂的现象 然后还有一个空气当中 也含有很多的菌 那么在那个地方 相对的长时间的这些菌呢 就会产生真菌 特别是这个花朵 那么花朵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迎风的这些花朵 它这个花朵里边最害怕的就是moisture 就是潮湿 如果我们这个花粉呢 花朵如果说是很潮湿 很多的话 它就非常的容易在这个花心 就腐烂就坏掉了 那么就会产生真菌 这样的话它的花朵就马上就凋零了 所以说它就不能做果 那么从做果来说 我们也是需要就是说有风 有风的话 即时地把这个 它这个花粉 花瓣上面的 或者花心那个里边的潮 那个moisture 即时地吹走 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 让这个花 比较容易 做果 另外一个再就是这个 风啊吹这个花粉呢 然后它花粉也有利于 它们这个公花和母花之间的交配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方面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增加air circulation 可以帮助 帮助这个植物呢 抗病 帮助植物生长 帮助植物开花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问 怎样去增加这个air circulation 那么air我们知道 它的这个空地 太阳晒在地以后 然后地会散热 这样的话这个air是从底下往上走的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原理 所以说我们减脂的时候 我们就会注意到 就是凡是底下的 就是已经不用的 这些这些脂液 要及时地减掉 底下的这个 这个底下呢 我们现在就keep的 只有净 没有液 就是为什么 我们把所有的 就是已经用过的这些叶子 全都减掉它 不用的这些老的枝子 也把它减掉它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就让这个地方有空间 有空间 这样呢 我们的空气呢 就可以从地面 这样一直 这样 冲到上面去 这样我们就有了 这个空气的流通 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通过 把多余的汁液 及时地减掉 可以帮助我们 circulation air circulation 那么如果你到这些 温室里边去 你会发现 在上面有很多电扇 就是24小时 不停地在吹 实际上它们就是 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说 在温室里边嘛 就是air circulation 有问题 那么就没有 没有风可以吹进去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利用电扇 在不停地吹 这样的话来加速 这个air circulation 所以说我们在 温室里边 你会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 很noisy 全是风划来划去的 那就是为了 去增加这个air circulation 的一种作用 那所以说呢 我们用电扇 可以增加air circulation 那么我们家庭种植呢 你不可能用个电扇 在不停地吹 那么我们呢 那么我们实际上 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要 consider这样一个situation 那就是说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要留给足够的空间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每一道这个地方 我们都有空间 这样的话 让空气可以进去 另外的时候 你减枝的时候 也适当地留一个洞 像这样 就是我们有一个洞 这有个洞 然后这边也有个洞 这样的话 有这个洞呢 以后呢 也可以让空气 比较容易的 能够流通起来 所以说 在减枝的过程当中 我们保留一个空隙 保留一个洞 也是一种办法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视频 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接键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